很多時候我們都講教育、家庭 我們都要講女性 先看看不同文化 以往為何對女性有一個看法 大英伯科傳說中 講到印度婦女是這樣的 印度婦女基本上 最基本的原則是做女人要服從 老公說A就A 老公說B就B 不要說C 另外就是財產繼承權是沒有的 如果女人想入今世水德崇高的地位 和後世有一個好的地位 必須要在她思想 言語身體各方面 完全信從她的丈夫 不然她就不是一個好女人 另外古羅馬的法律裏 就提到妻子是丈夫 所購買回來的一件貨品 就好像奴隸一樣 女人不可以做證人 不可以做擔保人 不可以靈驗 不可以被靈驗 不可以遺囑 不可以遺囑 摩西勒的律法也都講到 女人是以許配認識給男人的 男人想得到一個女人做自己的妻子 只要有錢 給得起錢 就可以買一個女人做自己的太太 也都不需要得到她任何的同意 另外離婚也都是男人的特權 因為沒有權向男人提出 沒有任何的法律去保障 婦女的權利 另外基督教裡面 也都對女性是非常之勉低的 這個其實是源自於阿當的故事 如果我們遲些就會講到阿當的故事 因為剛剛今天我們那個 那個人都對掉了 否則可能就會更加之清楚 在阿當的故事 其實就是講到 夏娃就是誘惑 即是慫恿阿當 成了禁港 所以在這個歷史學家裡面 就提到 女性其實是罪惡之源 女人為了她漂亮也要羞恥 漂亮也是一個罪 有衣服穿都是慚愧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她不是叫自己的丈夫 她們就不需要穿衣服 也不知自己沒有衣服穿 所以她說她們要為她們美貌而殘懷 因為這個是魔鬼的工具 說到那些女人間真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說到 女人是魔鬼之門 因為是她們 令到這麼禁暑的戴風者 令到第一個人背叛了神 牛不喝水 哪敢得牛頭低 那些女人不適合 男人告錯的嗎 是不是 她塞進她的嘴巴 然後塞進她的嘴巴 為什麼只是女人才不適合呢 但是 就說到女人是因為她 搞到這個世界 所有人都有原罪了 到了十八世紀初期 婦女結婚之後 法律上依然是沒有地位 她們的財產在結婚之後 都是屬於丈夫的 到了1972年 開始有女權的運動 好了 說一下 那些都是以前的 以前不要說 以前很多都是對女性 沒有什麼好感的 沒有什麼地位 現在婦女有什麼樣子呢 整天說來說去印度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不改的 到現在都是 可以賣個女人 賣個老婆出去 不是賣租 給得起錢 你租我老婆 一個禮拜好 一個月好 可以做什麼 幫你照顧孩子 可以幫你打掃 可以甚至 做你的性工具都可以 OK 到今時今日的社會 這個新聞不是很內活 2006年 另外 香港 香港對女性地位夠高 是不是 香港小姐 多尊重女性 多尊重女性 自衛於什麼 美貌並重 選舉 都買到女性 有美貌有自衛 其實實質的內涵是什麼 玩弄女性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在香港小姐最喜歡哪個環節 泳衣 三點式 泳衣 不要說男人 女人都在這裡平投民族 對她們 是不是 有尊重過她們嗎 是不是 什麼叫尊重啊 到底 大家可以打開報紙 平投民族 夠時間 按開電視 免費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沒有給我一毛錢 除了給電費之外 沒有啊 你按起電視 你就可以去平投民族 那些女士的身材一番 是不是 對女士 究竟有多尊重呢 肥都不對 我經常都說 這些英美國家 經常都很民主 很開放 美國 越肥的女人 就越人工低 這樣也可以 不過 有幾保障女士 香港 連年都有 地鐵 就連年都說 不知今年的罪案率有幾高 有幾多女性 在地車 被嚇尊手 不小心摸不摸到 碰一碰到 但是 當要求有女性專家 最近只有的 不過我看前展的新聞給你看 這兩個月 依然有婦女的組織要求 麻煩製造一個女性專家 用車卡 好像日本那樣 保障我們這些女士的尊嚴 又說不行 為什麼 有沒有看過新聞 好不好 有女性專家 保不保障到女性 知道什麼叫女性專家 知道 即是說 那卡專給女性進去的 可以 OK 好不好 好啊 是不是 那為什麼不做呢 那為什麼不做呢 日本做到的 大家都差不多 是不是 都是東南亞的國家 風色又差不多 是不是 他們的女性地位 還沒有我們那麼高 我們高一點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些專家 得不到保障 他說 很簡單 很難的 行政上都很難處理 有多難呢 要做就做到的 是不是 然後有些人說 不是 歧視女性 淺達女性專業 即是說 他們不行 所以就要保障他們 但是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明知道這些女性被人騷擾 你都不保障她 那這個叫做民主的地方嗎 是不是 其實要想一下 什麼叫保障婦女 比如好像我們知道 那些商產人士 現在都有一個要求 是不是 如果那些樓園結構 有低級的 那些商產人士去不了 要怎樣 有些屋邨現在要改裝 是不是 要整條斜路 難道你說 歧視那些商產人士嗎 這些人算不算 歧視商產人士 不算 它有需要 是不是 如果有需要 而社會是能力做到的 為什麼我們不去保障它的需要 究竟現在的社會 現代的所謂文明開放的社會 對我們婦女有多少的保護呢 那伊斯蘭又怎樣保護婦女呢 哪有保護婦女的 伊斯蘭歧視婦女 是不是 你覺得伊斯蘭歧視婦女怎樣 未上課之前 未上課之前 你覺得很平膽 有多少人覺得 這些婦女都挺平等的 挺有地位的 舉手 沒有 12月18年 我看過很多人 只留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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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力口 為什麼 只是一夫四妻制 已經不合理了 一夫四妻都不合理了 為什麼不是一妻四夫 沒錯 對 挺好 女權自身 應該是一妻四夫 你們的男人服侍我們的女人 OK 那我們就有四位了 OK 剩下呢 到此買很多中公婦女的人 不割備 有 即是給家族的人 家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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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很不公平 是不是 還有呢 那邊 都得 女性是怎樣的 不公平 是呀 不公平 是呀 永遠都是呀 覺得女性呢 醫師人的女性 沒有地位 不公平 被欺壓 那我可以回家啦 拜拜 哈哈 哈哈 但是暫中的國家好像比較遠 很多新聞都是說 女性做出了少少事 一個人的美食 各眼各地 各地 是啊 男人各有各地 所以 上完醫師人過世之後 你要明白一件事 宗教 現在我告訴你 古蘭卿怎麼說 性分怎麼說 如果你看到 有些中東 或者一些穆斯蘭的國家 他做的事 跟他說的事不同 那是什麼 那不是宗教的問題嗎 是人的問題 是國家的問題 是不是 我今天 如果告訴你 有這些權利 如果不是 他有國備 是人的問題 醫師人過世之後 其實是給了很多地位 沒有給了很多權利 那些婦女的 你就知道今天 為何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很多是 跟那個文化 教育 各方面是有關的 如果他真的跟著醫師人去做 你發覺 其實今天不是這樣 但是 另外你再看 可能我們比較多 看到是中東 但如果你看看 他好像馬來西亞 現在一個穆斯蘭的國家 是不是 你很少會聽到 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其實周圍你都見到 穆斯蘭的婦女 開車出街 在大學做教授 醫院裏面做高級的顧問 很多的 但是可能 你會比較一下 究竟教育 跟他們有多遵守 有多認識 這些其實是有那個問題在裏面的 首先看回 在質主來說 男女是平等的 所以剛才我所說 男是比較上高級的女性 這個其實從我們 例如在力量來說 男性不會怨上 就算大家都這麼高 那麼大 男性的氣力都是大了一點的 那他們能夠 可以 例如出去 可能面對的壓力 各方面 其實那個的能力是高過女性的 曾經其實也有些教授 做過一些研究 男女出去工作 其實大家 無論面對的壓力 是相同也好 女性其實實質感受的壓力 是高過男性的 為什麼呢 男女本身的結構是有分別的 是吧 男性呢 坦白說 你不會一個月會有一次煩惱 是吧 女性就很清楚 每個月那一次的煩惱 其實會帶來你很多不舒服的 無論身體上高也不舒服 精神上高也不舒服 也會可能因為你的驚奇 會令到你在處理問題上 會有分別的 因為它影響了你的情緒 所以當時呢 如果做到一些研究 為什麼這樣 相對底下 男性坐在高層 它是容易的女性 其實有很多因素去上高的 其中一個本身 真的跟我們的結構是有些關係 但是當我們在真主面前呢 就說得很清楚了 無論你是男還是女 媽媽呢 對我們都是公平去處決的 所以要提到 它說 另外呢 拱蟲的男子和拱蟲的女子 歸順的男子和歸順的女子 尊敬的男子和尊敬的女子 真實的男子和真實的女子 忍耐的男子和忍耐的女子 謙虛的男子和謙虛的女子 師姐的男子和師姐的女子 封齋的男子和封齋的女子 責業的男子和責業的女子 責業的男子和責業的女子 多紀念unlock的男子和多紀念unlock的女子 unlock已經為他們準備了 舒遙和居上 好